凉拌洋葱切记不要直接放盐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凉拌洋葱好看又好吃 而且非常的下饭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宽地吃大厨 首先把洋葱切成细丝 然后把洋葱丝护送到盆中 重点来了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抓拌均匀 加入白糖会让洋葱的口感更加的清甜 同时减少洋葱的辛辣味 每天都在废勤忘食 偶心力学的叫做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匀之后把冰箱放洋葱里冷藏10分钟 我老婆想吃黄焖鸡了 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做黄焖鸡的方法 把鸡肉处理好 起锅烧油 把葱姜炒香 倒入鸡肉 把鸡肉炒成这样 炒到表皮微黄就可以了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 黄焖牛肉 黄焖猪蹄 黄焖排骨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再加入开水 冒过鸡肉 大火煮开 把鸡肉的土豆和泡发好的干香菇 把鸡肉和汤汁都倒入砂锅 盖盖中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加入青红焦炖2分钟 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太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好了 切一点青红焦丝 洋葱腌好后再加入清水 把洋葱清洗一下 洗去多余的糖分 然后尽量用力把水分挤出来 放入盆中 加入油炸花生米和煮熟的木耳 再放入青红焦丝 蒜末和香菜 再加适量的生抽和香醋 再加一点辣椒油 拌匀之后 美味的凉拌洋葱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凉拌洋葱 好看又好吃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简单 再搭配上香喷喷的黄焖鸡 真的太好吃 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